相关警备的人员是重要的入口 全副武装仔细聆听解说 首度确诊的蔡总统 碰上年度重要的汉光演习 身为三军同帅的她 依旧抱病释倒 一连两天上滩头下战壕 将持续增进台湾与欧盟的互动联结 共同发掘更多的合作机会 26号亲自接见欧洲议会 外交委员会代表团 确诊第二天的蔡总统 就算戴着口罩 声听的出声音有点沙哑 其实25号总统确诊后 医疗团队一度评估 症状轻微无大碍 直到确诊第四天 因为总统日前感染到COVID-19 所以今天的会议 他特别指派我来代为主持 我非常希望 总统能够早日康复 原定28号下午主持 总统府远转会委员会议 由副总统赖清德 代打一早新竹的台积电行程 也紧急取消 让行政院长代为出席 台积电两麦米研发中心的 这一个落成 不仅是台湾 而且是世界的里程碑 已经失大三级高端的蔡英文 首度确诊 66岁的她 被视为重症高风险确诊对象 紧急取消露面行程 让外界关心 是不是病情出现变化 像她现在这个样子 要服药吗 就看吧 看她有没有重症的风险因素 如果有的话 当然就要服药了 辅方声明澄清 总统并无外界谣传的 失身情形 仅一身体不适 经医疗团队评估 建议取消行程 多加休息 仍随时掌握各项国阵 毕竟身为国家元首 即便染疫 国阵可不能 因此停败 请尊重报导